各位先生 各位女士 我是张文亮 欢迎来上Room Teaching的课 我今天要分享的是 我喂一碗牛肉面 我喂一碗卤肉饭 我喂一碗卤肉饭 说荣耀贵于主 OK 我来分享一下卤肉饭 我个人认为卤肉饭是非常安慰人的 非常非常安慰人 我要用四个观点来说明卤肉饭 为什么卤肉饭成为一个难过者的安慰 为什么卤肉饭成为一个难过者的安慰 我要讲四个点 第一个 卤肉饭是农家的食物 我来自于彰化的农家 我有好几代的祖先 很早以前就来到台湾 我有很多祖先的名字都不会写 所以我们那个家谱很有意思 很多名字都是什么 牛饭 牛饭 起吃 我主人叫做起吃 就是乞丐 他名字叫做乞丐 就是那种 就是那个 就是因为他们不会写字 所以连他们那个 纷目的木牌 就是画一个盐签 所以我在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 我跟我的爸爸妈妈讲说 我 我愿意陪你们到山上去 去扫墓 那我们自己去嘛 等那个 等那个清明节过了以后我们再去 因为那个爸爸妈妈年纪都大了 也不太容易走路 然后呢 山上其实人人多 空气也很糟糕 那他说别人把这个清明节过了以后 把山上整个扫干净 那我们再去 那我爸爸妈妈说 而且我爸爸说 山上的纷目那么多 你怎么知道我们祖先的纷目在哪里 我说我负责记住 我负责记住 OK 所以我自己很下功夫的在记 历代祖先的纷目在哪里 有时候要过一个山 然后跑到另外一个山 有时候又 结果 我都很记住 但是有一年我就几乎找不到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定位的时候 我跟那个彰化的那个 后面那个山 有个铁塔是有关系的 结果有一次 那个铁塔被换位 那个铁塔被迁移 那一次我找得很辛苦 我真是个乡下人 乡下人就 乡下人就喜欢吃乡下的食物 那我讲第一个原因 为什么卤肉换是我的安慰 第一个 它是农家的食物 它是农家的食物 它是那个我们那个乡下 把那个猪的脖子切下来 切碎 跟着酱油 蒜头 然后呢 一起 然后要切得很碎 OK 你如果是一片肉 大概只能配一点换 但是那个肉切成乳肉 乳肉渣以后 哇 可以配好多桶换 OK 所以 只要一点点的乳肉饭 一点点的乳肉 我们可以吃好几碗 OK 甚至有时候连那个肉都没有 只有一点点那个汤 一点点那个酱 哇 就可以吃好几碗 那是人间的美味 哇 现在很多人一定要吃那种很高档的 那种好几千块的 甚至有时候 一餐就有几万块的 还不如来一碗乳肉饭 一点点的乳肉渣 哇 就可以回练早期的家乡 我自己在练 我在练彰化中学的时候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住在学校的 外面的宿舍 哇 然后呢 彰化中学有一次遇到一个台风 学生不能在教室上课 常常外面上课 那我在 我又住在外面 所以那时候学校的餐厅 没有开 那我必须到外面去吃 哇 那时候 哇 我还记得那时候 我在那里高中一年级的时候 我吃完不是用一碗饭 是把整个电锅都带走 就把整个电锅 因为一餐要吃个七八碗 哪有那么多菜呢 各位没什么菜啊 就一点点的乳肉渣 哇 一点点的乳肉渣 就可以吃到七八碗饭 那何等荣耀的日子 所以的话 第一个 我为什么喜欢吃乳肉饭 因为乳肉饭真是安慰我的心 第一个 它是我们农家的食物 神经也告诉我们 它这是个 因为它是农家的食物 所以它很便宜耶 它真的很便宜耶 我常常觉得 我们的国家很多的长官都是混蛋 为什么呢 你在谈一个经济的起飞 其实你看到我们穷人的乳肉饭 里面的饭有多少 你就可以知道 我们现在经济的金黄怎么样 我多次的告诉我的学生 你不需要看股票的高涨 你不需要看那些 那一些很多的指标 你只要看穷人的便当里面 那一块的鸡 以前我们的便当 有个基本的配备 第一个一定要有一根鸡腿 有一个蛋 有一个豆腐干 有两片的海带 这是基本的配备 多少钱 30块 那现在饭已经没有30块了 120块就是一个便当 那很多的工人就吃这个 很多的农人就吃这个 你看这个鸡腿 原来是一根大大的鸡腿 现在变成一个小鸡腿 这么小的鸡腿 第二个 以前是一整个蛋 你知道吗 现在变成一半个蛋 还变成四分之一的蛋 你能够忍受吗 海带以前是两片大海带 春春变成一片 有时候还一半 哇 这 我看了国家政府的首长 你就是看工人吃的便当 你就可以知道我们国家的状况 你不要跟那些有钱人一起吃饭 来讨论什么 你跟那些大企业家 在那边讨论什么经济的状况 我跟你讲 你去吃工人的饭 你就可以了解我们现在工人过什么生活 我跟你讲 我真的 这两三年来 我发现卤肉饭 越来越小了 以前我在吃卤肉饭的时候 那个饭是煎起来的 碗也不大 那个饭是煎的 上面的话就绕了一堆的卤肉了 现在没有了 现在已经不是煎了 也不是平的了 现在还像下奥了 难过 真的难过 你知道我们这些出卖劳力的 等等 教授不需要出卖劳力 但是你知道我们那些出卖劳力的那些朋友们 你吃那么小的卤肉饭 你怎么去工作呢 那我多次的告诉我们的国家的领袖 那些 你就是吃工人的 你去注意 你不用吃 我想你都不会吃 都看那些工人所吃的那个便当 现在内容是什么内容 所以的话 卤肉饭安慰我的心 第一个 他实在是农家的食物 并然他很便宜 圣经告诉我们 有益有食就当吃主 有益有食 当然了 圣经没有告诉我 这个食是卤肉饭 但是我的确说 吃一碗卤肉饭 人生就满足 阿们 有益有食就当吃主 有益有食就当吃主 所以的话 农家的食物 一碗的卤肉饭 实在是安慰我们的心 它是我们的古典 我真的讲 当我在这吃卤肉饭的时候 我还跟老板讲 老板 怎么现在卤肉饭的 那个饭越来越少 肉片越来越响 老板就说 搞笑了 食杞不好 食杞是不好 OK 早期的饭是很熟 早期的豬肉 现在刚才会贵 所以那个卤肉饭 本来是煎的 饭是煎的 现在这变成平的 现在还往下凹 所以卤肉饭便宜 但是可以让我体会 我们的中下阶级 是怎么样在想事情 我认为 我在吃一碗卤肉饭的时候 我对中下阶级的体会 远远的超过 我今天到一个 非常高档的一个餐厅 一餐吃一万块 一个人吃一万块 我那么感受是 我今天那个算不得什么 我宁愿去吃卤肉饭 你说老师 原来你吃卤肉饭 有这么神圣的荣耀 我说是 所以吃起来我们也心安理得 我要讲第二点 第一点的话 卤肉饭让我提醒 农家的食物 便宜的食物 简朴的生活 第二个 其实这个卤肉饭 哇 这个一碗小小的饭 有这么美好的香味 OK 卤肉饭一定是要温度 要温度嘛 没有人在吃冰的卤肉饭嘛 那一定是那个热 是那个饭是热腾腾的 那个卤肉是热腾腾的 没有人在吃这个冰卤肉饭 我不知道 一碗的卤肉饭 第一个代表香味 第二个代表有温度 有温度 有温度 任何东西只要有温度就好吃 OK 米饭有温度 肉是有温度的 哇 真是优美 第三个 卤肉饭的话 颜色是很好看 那个色泽很吸引人 越人眼目 哇 那个米是白的 肉是黑的 哇 有黑有白 那不是跟斑马一样 OK 有黑有白 那个是颜色是好看的 那个色泽是越人的 有时候那个米饭 还在米的那个油 哇 还有光泽 然后那个卤肉 如果有点肥肉 又带着一点紫油 光线一照下来 哇 那个是有反光的 那它是一种明亮的光泽 第四个 卤肉饭不只是有香味 有温度 有色泽 并且吃起来很干 干是那干美的干 甜美 那个干美 为什么呢 因为它煮很久 卤肉饭要越煮越久才越好吃 要煮得久 所以你煮越久 那个肉就很软 不只肥肉部分软 连那个皮也很软 连那个里面的瘦肉都软 哇 哇 那个是一种干美的味道 第五个 它有油 有油 哇 我们现在要吃到一点猪油 还这么容易 我觉得人类过去的50年来 最大的科学的骗局之一 最大的科学骗局 欺骗之一 就是呢 鼓励人类用植物油 而不是用动物油 其实植物油在高温之下 是非常的不稳定的 动物的油 才能够耐高温 猪油可以耐高温 牛油可以耐高温 但是呢 在某一篇的扭曲的科学报道 后来才发现 这个科学文献实际上 完全是修改它的数据 就是说呢 要吃植物油 这么橄榄油 椰子油 葵子油 OK 要吃这种植物的油 那你知道吗 因为植物油的分子量是低的 植物油本身呢 它本身的间接是不稳定的 在欧洲吃橄榄油 它不是拿来煮用的 它是拿来拌生菜的 或者是肉煮食的 饭煮食的 加一点点的 它不是拿来炸 不是拿来 不是的呢 那个好的 那个植物油不是拿来做 炸的话 必须要用动物的油 我们现在已经很难吃到猪油 我何等的怀念猪油 猪油是个稳定的油 植物油是个不稳定的油 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的 很多的女生获得乳癌 其实你回头想一想 他们是不断的在吃一些 非常不稳定的油 在高温之下产生的 的这个代谢反应 所以 卤肉饭 有香味 卤肉饭有温度 卤肉饭的颜色是好看的 卤肉饭喝起来是很干的 特别是那个 蹲了好久的卤肉饭 It's so wonderful 当然也不能煮太久了 OK 稍微卤久一点的 还有呢 最后它有猪油 不小心还有谁能够提供猪油 提供牛油 真的好的猪油 在高温之下实际上是稳定的 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 第三点 其实卤肉饭是有营养的 卤肉饭是真的是有营养的 你知道吗 这个饭本身是 电粉吗 肉本身是 蛋白质 有蛋白质 然后呢 它有油嘛 所以它有脂肪嘛 所以的话 脂肪配蛋白质跟配电粉 配电粉 这是人体的 基本营养分啊 这是人体的 基本营养分啊 所以卤肉饭 你不要以为说 它没什么营养 当然了 卤肉饭如果配一个蛋 更有营养 OK OK 所以我们说卤肉饭还要加蛋 OK加蛋 你说鸭蛋好还是鸡蛋好 都好都好都好 OK OK 所以的话 那真的是有营养 真的是有营养 OK 所以为什么要吃卤肉饭 第一个 农家食物便宜了 第二个 它真是美味啊 第三个 它真是有营养啊 第四个才是我主要的 为什么上帝 用卤肉饭来安慰我 为什么 因为有圣经的根据 圣经哪里有讲到卤肉饭 有啊 那我来讲一下 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三节 你说上帝会用卤肉饭来安慰你 是啊 因为哥林多后书就有这样讲 我来读给各位听 哥林多后书的 验预送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就是花慈悲的父 赐给我们各样安慰的神 你看 上帝是赐卤肉饭给我们吃 因为他是给我们各样安慰的神 所以我刚刚我开始在讲 卤肉饭为什么会成为我们的安慰 就是因为神是赐安慰的神 你说上帝 这边没有讲卤肉饭 有啊 上帝说是安慰 那哥林多后书那时候遇到何等的光景 那时候的圣徒遇到何等的逼迫 何等的讥笑 何等的苦难 OK 上帝的仆人 上帝透过他的仆人保罗来起诉我们 他是一个安慰 赐给我们各样安慰的神 所以我真的是把卤肉饭当作是上帝的安慰 OK 上帝在想安慰我们 他的确 他不是只有嘴巴的安慰 现在很多人都用嘴巴的安慰 上帝安慰你 神体安慰你 我认为一碗卤肉饭比那个话语更实际一点 OK 当我的心是苦毒的 当我的期望是落空的 当我的心感到这世界都是寒冷的 当我的心感到我所有熟悉的环境 都远远的离我而去 当我感到当我在有事情有成功的时候 别人都是用显微镜在看着我 哇你好棒 但是当你受苦的时候 别人都是用望眼镜看你 哇看到你好遥远 当我的心感到疲惫的时候 卤肉饭是上帝给我全人的享受 全人的享受 荣耀归给主 赞美归给主 格林多后书告诉我们 上帝给人是一个安慰的神 我在这边分享 这就是我的分享 不要把我们给别人的安慰 不要用嘴巴的安慰 OK 我安慰你 好我安慰你就这样 我当然其实有时候我们就变成太嘴巴了 好不好 给我一碗 给我一碗滷肉饭 OK 没有配蛋也无所谓 OK 所以我要讲的是四点 为什么上帝用滷肉饭成为安慰我的心 其实我今天讲的不是只有讲台湾 其实在墨西哥 我自己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我在美国的第一年 我遇到一个墨西哥人 墨西哥人跟我讲说 我们墨西哥人就是中国人 我说what 墨西哥人是中国人 他说是 他说先生啊 你稍微想一下 我们墨西哥人喜欢吃的 你们中国人都喜欢吃 我说我有这回事吗 后来我真的了解以后 我发现墨西哥人喜欢吃的 你看墨西哥人喜欢吃红豆 我们中国人喜欢吃红豆 墨西哥人喜欢吃辣椒 我们中国人喜欢吃辣椒 墨西哥人喜欢吃咸咸甜甜的 我们中国人也喜欢吃咸咸甜的 或者我们台湾人 OK 都喜欢吃甜甜咸咸的 然后墨西哥人有很多东西 但我说你讲这一些 有根据吗 他说有 我们墨西哥曾经经过考古 发现在很早以前 其实就有中国的船只 到我们墨西哥了 我说你怎么也知道 他说我们在考古上 有找到中国的早期的那些碗盘 到我们的墨西哥的地方 所以我们墨西哥人就是中国人 OK 哇 酷 OK 所以他叫我amigo 我也叫他amigo OK 我们都是朋友 那我正在讲 其实欧洲也有 也有这个米加肉的 加牛肉也好 加羊肉也好 加猪肉也好 新疆也有 我是有时候喜欢去吃新疆的菜 真的好吃 OK 他们那个肉煮得非常好吃 我也喜欢吃阿拉伯的菜 你说老师你去哪里吃呢 台湾大学的附近 苏联倒没什么开 但是台湾大学的附近 各国的美食都有开 这个很奇怪 台湾大学的附近 现在开的美食 又有什么俄罗斯的 又有墨西哥的 又有阿富汗的 又有新疆的 又有蒙古的 什么都有 OK 所以 也许将来台湾大学 应该开一个戏 叫做 盆条 盆条戏 我主要讲 就是说真的实在是 这个 卤肉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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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世界的文化 所以当我再讲回来 为什么吃卤肉饭 可以安慰我们的心 第一个 它是农家的食物 它是让我回到 当我在吃卤肉饭的时候 让我体会 这么便宜的食物 有衣有食 就当自主 第二个 它就是提醒我 卤肉饭实在是一个 美好的一种兑换 它是香味的兑换 它是温度的兑换 它是美好颜色的兑换 它是美好味道的兑换 同时它是一个 美好有油脂的兑换 让我再讲一遍 其实动物的油脂 比植物的油脂 在高温之下更稳定 不要被媒体给骗了 我们人类已经被骗了50年 以上 第三个 卤肉饭实在是有营养 人体的所需要的脂肪 蛋白质 淀粉 一碗小小的卤肉饭 它就有了 真是感谢主 你说是 卤肉饭的那个猪肉 是黑猪还是白猪 我觉得黑猪好 我觉得黑猪好 黑猪的肉是一直炸死 黑猪的肉比白猪要炸死 当然我也知道黑猪比较不好养 台湾的原来的猪种 就是黑猪 中国的猪叫精华 所以叫精华的猪 那早期我们 其实台湾有它自己的猪 那个猪是黑猪 那黑猪比较不好养 因为猪是一种很夸张的动物 猪只要说一人惊吓 就会 OK 就会乱起 就会大声的叫 那黑猪比白猪更夸张 OK 我觉得黑猪 养黑猪是不容易 黑毛猪是不容易 那用黑猪的 那个卤肉饭更棒 OK 第五点也是我最后要讲的 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三节 上帝是个赐给我们安慰的上帝 我相信包括 鲁肉饭 绝对不是只有话语而已 不要说安慰安慰 其实人都没有说安慰 就说平安平安 其实人都没有平安 轻轻的医治我的百姓 以前上帝接着他的普论所说的 不要轻忽 轻轻的安慰我的百姓 给一碗鲁肉饭吧 因为上帝是我们的安慰 当我们的心苦毒的时候 当我们的期待落空的时候 当我们的祷告不得答应的时候 当我们的心是感到寒冷的时候 当我的身体是疲惫的时候 鲁肉饭是潜忍的享受 鲁肉饭是可以让我荣耀归给主 你说老师 哪里可以 圣经有讲鲁肉饭可以 让我们吃了以后 可以荣耀归给主 我今天不是乱解经 但是我的确是在说一切 愿颂赞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耶稣 基督的护神 就是花慈悲的护 赐各样安慰的上帝 赐各样安慰的上帝 荣耀归给主 当我在吃鲁肉饭的时候 我这边祷告的时候 荣耀归给主 一碗鲁肉饭是何等的安慰 我现在什么时候吃鲁肉饭 我现在是蛮固定的 我礼拜三是我的鲁肉饭的时候 我平常并没有常常吃鲁肉饭 那我自己去教会的时候 我其实有点期待能够吃到鲁肉饭 教会有提供鲁肉饭的教会 有极所 让我都很怀念它 就像那个 在景美有个教会叫做进兴会 哇 看鲁肉饭正 那你说你到底是教会讲道 还是去吃那鲁肉饭 讲道是其次 鲁肉饭才是主要的 OK 那另外一个的话是中和 中和有个教会 那个 佳音堂 哇 那个 它是缅甸的 缅甸的煮法 哇 那实在好吃 你说老师 你怎么讲这些呢 为了要把荣耀归给父 因为他是吃我们安慰的上帝 我吃这个时候 我真的是觉得安慰 当鲁肉饭是有温暖的 我的心就是温暖的 OK 当那个肉是有点热的 哇 吃起来真是会感到一种火热 一种火热 我老师讲的很肉体 OK 我是 我是农家属地 我还是喜欢吃鲁肉饭 好不好 我这么祷告 然后就结束了 各位有问题要问我了 亲爱的主耶稣 我感谢你 你真的是常常 借着鲁肉饭 来安慰我的心 我永远记得 我跟我的姊妹结婚的那一天 我的妈妈把我的妻子拉到一边去 我的妈妈对我的妻子讲说 你的先生是很好养的 只要给他 给他鲁肉饭 他就像 他就很快乐 妈妈实在是认识我 常常给我吃鲁肉饭 我的太太嫁给我39年 他也让我吃鲁肉饭 我妈妈已经走了 到天上去 我的妻子也走了 到天上去 还好 还有鲁肉饭陪着我 我也没有吃很多 我每个礼拜 礼拜三的中午 是我的鲁肉饭时间 就一小小的一碗的鲁肉饭 饭是越来越小 虽然味道是那么多好吃 然后肉渣也越来越少 有时候去跟老板讲说 为什么肉越来越少 饭也越来越少 老板也只好叹口气 说 我们的时代就是这样子 但是我真的为鲁肉饭来 心上感谢 何等的食物 是我们农家的食物 是用最便宜的方式 可以兑换到美味 兑换到营养 是何等的食物 给我营养 是何等的食物 让我想到 哥林多厚书的第一章 第三节 上帝是安慰人的上帝 一碗鲁肉饭 我就可以得到安慰 我不需要太豪华 太大的场面 太强烈的音乐 太强烈的音符 我不太需要有强烈的灯光 我不太需要有 那些什么伟大的活动 一碗鲁肉饭搞定 就这么单纯 一碗鲁肉饭就搞定 谢谢主 何等的安慰了上帝 在我的心中 我知道 那个前人的安慰是来自于你 而一碗的鲁肉饭 真的是一点安慰的名证 我要谢谢主 我将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别忘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